第324章 疑难杂症 不孕不遇 芸汐从包包里拿了纸笔出来 写了两份药方子 三白皮 地骨皮 环琴 三枝子 丹皮 青带 海葛壳 金米 甘草 写好药方 她递给沈子梁 这一份先喝一个星期 如果能止咳止血了 那就喝剩下的这份药方 这份药方里有人参和川贝母 如果能买到野山参和高海拔的野生川贝母 效果会更好 这两种药 价格不菲 野山参的价格 筷子那么粗的都要上万块 苏涵那边也不一定能找着 不过沈家不差钱 人卖多 要弄到也并不难 好 这不是问题 我马上让人去抓药 夫人啊 你陪芸汐聊聊 坐在客厅里 芸汐陪蒋婉云聊了好半天 许是因为从小没有母爱的原因 蒋婉云的温柔和疼爱 让芸汐打心底的感激 两辈子 她的亲妈不是刻薄就是迷信 从来没有把她当成女儿看待 反倒是这么个陌生人 对她却如同对待自己的女儿那般 尽力维护 诚心带她好 沈一沈在国外出差 还没有回来 蒋婉云言语间 对自己儿子的疼爱和骄傲不言语表 放养式的教育 比起梁秀琴对云子林 一味的重容实在好太多 日子一天天过 京都下起了第一场雪 芸汐站在教室走廊 看着外头纷纷扬扬的雪花 感叹着自己重生归来的无限美好 她那个年代里 下雪了 炸鸡配啤酒一度风靡在街头巷尾 这么冷的天 她突然也很想好好去喝一场 没想到 下午刚饭雪 江成焕就堵在了学校门口 芸汐本来约了赵雨墨去吃火锅 看着堵在校门口的车子 一溜烟地拉着人上了车 哎哟 怎么今天你们俩这么拾去自己上车咯 江成焕转头看了芸汐一眼 半笑着调侃道 怕被人误会 把我当监夫 芸汐轻吃了声 谁怕了 这不 我们准备去吃火锅 得找你这个送上门来的移动钱包跟车夫 哼 为什么还要端着假惊吃 开车吧 江车夫 哼 得 整个进度 刚把本少爷当车夫的 也就你一个了 江成焕轻哼了声 启动车子问了句 去哪里吃啊 西传区 老四号 今天我们要使劲吃 最好能吃垮你 哼 能吃垮我 那你也得有这个能耐才行 江成焕车后视镜看了眼 这才绕回到正题上来 对了 你上次给我开的药 我坚持喝了 虽然那味道能要人命 芸汐微微抬眸 冲她的膝盖看了眼 怎么 冰好了 今年的第一场雪 没法冰 嗯 没有 很神奇 也很意外 为了表示感谢 你今天想吃什么 我请客 哼 没事了就好 改天要是有什么疑难杂症 不孕不遇什么的 也可以来找我 一扯到这个话题 江成焕顿时黑了脸 我劝你的 本少爷看起来像是会得这种病人吗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芸汐轻吃了声 哼 我又不是狗 你还指望从我嘴巴里吐出象牙来啊 开玩笑吗 行行行 你对我有恩 不跟你吵 芸汐 这货怎么了 一直没开口的赵雨墨 听他们互怼 随口问了句 嗯 也没什么 花花公子摆花丛中过的后遗仗 等 赵雨墨瞄懂得点了点头 哦 明白明白 爱上 芸汐的医术很厉害的 你要是不孕不遇了 可以来找她 哼 给你打五折 你给我闭嘴 再多说一句 这周六 你别想从训练场爬起来 哼 赵雨墨一脸不以为然的怂了怂肩 谁怕谁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